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节目继续由年轻潮流的乐宝啤酒首席特约播出 拉开乐宝玩转世界WhyNot 本节目由灵堂灵芝灵卡的元气森林气泡水特约赞助播出 感谢全新纯电轿跑比亚迪海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逛京东搜电视果进店跟客服报案号说唱 够后领清洗好礼 来QQ音乐 扑狗音乐 扑我音乐 群民开歌 唱听节目歌曲 巅峰助燃 无限可能造起来 比说唱 我们从来没在怕 网易云里都是真黑怕 下载网易云音乐 唱听最全说唱歌曲 顶级连载全新升级 每周六晚六点 会员抢先看说唱高手强强对决 每周日中午十二点 会员专享下班了巅峰对决 上微博搜索中国说唱巅峰对决 和网友一起开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这么多了 他已经说过了 对决定以前的 我那这两个夏天 可以在法车上 我可以在前面 这下个天 然后我可以在一边 懂得 我可以在 MUSIC 不 我可以在试试 感到 什么 不是 我可以在试试 软心美美 还是美美 你要吃啥子 咬胶 我儿子 你干嘛的呢 我嘴里带着那个隐形牙套 让他咬合 然后就得不停地咬他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随便中国首唱巅峰对决 2023场牌联赛的现场 我是赛事主评论员 MC他都热狗 我是赛事主评论员Guy 我是赛事特邀评论员谢蒂 今天是场牌联赛 自为两大场牌的BOSS 你们心情怎么样 法嘛 跟下场比可能还是要轻松一点 当然当然 欢迎各位来到爱奇艺自治 随便中国说唱巅峰对决 2023的现场 欢迎各位 我是颠峰召集人车车 我们即将开启场牌联赛 今天我们邀请了中文说唱里呼声最高的四大场牌 他们分别是成都集团 对决定的四大场牌 以及重号音乐BNG 赛前你们每个人 都对四大厂牌进行了投票 并给出了各自的评价 投出最强厂牌 现在请选出 你心目中的最强厂牌 我就 我肯在意吧 去年杨和苏就站在电话上了 我喜欢成都集团的音乐多一些吧 他们对唱音乐里的诠释 在大家的心目中有很深的印象 我选择第一名SOP音乐呢 是因为我对我的兄弟和我自己的音乐 是有绝对的信心 有安硕 是吧 那我们中梦是第一 中梦音乐多元化的rapper 我觉得比较多吧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成都集团的评价 正面评价 音乐领先 前卫 杨气 行业风向标 据说你们每一代都有代表人物 CDC是让年轻说唱歌手 有梦可以追的地方 我觉得评价得非常高 这是谁写的 我 CDC这个厂牌 还是给了很多年轻人力量 走出了自己的风格 走出了自己的路子 让很多年轻人有梦可追 所以永远都要有尊重 要不要听一下负面评价 可以 好 参赛经验都非常少 综艺竞技很劣势 但是我们的歌伙 最能打的没来水平被削弱 因为如果最能打的来了 那就要不就叫成都巅峰对决吧 铁齿铜牙季晓兰 中意感拉满 除了赛屁发言之外 你跟别人有吗 我认为我还没有在真正一个 竞技的节目上面 真正展现出我的实力 我这次好生来一盘 让大家见识一下 好 好 想不想听一下 大家对sup music的评价 好 可以 好 老牌近旅 以前经常在电视上看到 这个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好是 曝光嘛 歌词好 流行度高 写词上面会比较有自己的风格 就sup在我心中写词 绝对是全国前三吧 歌词好主要说小胖是吧 没有 我词都是来自于兄弟们的集体智慧 歌曲 歌曲 三岁 三岁 有自己的专属流派 江湖流 负面评价听不听 可以不听了 看完下来 整体颜值差了点 这是谁说的 谁写的 黄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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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旭说的 语哥 我是拿MDSK的标准比的 不是 那也没问题 没问题 这里大概有15个摄像机 我们现在就把特写给出来 我们就把这个特写给到我们四个人 还有你们MDSK大家来评判一下 应该是不分伯仲旗鼓相当的 我们那么帅不接受缓播 接下来看一下全部的rap star们对walk and day的评价 我不听了 我也不听了 技术流 杨和苏和法老是国内技术流的天花板 不是你自己写的吧 我没问题 自己觉得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对不起大家 听他的听他的 不是不是 不说话 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不能乱说话 上台前法老告诉你的吗 不是就左右压力给的很大 穿着的压力 对 穿着的压力 粉丝群体非常庞大 二次元嘛 胡来自己有一套 这算正面吗 这居然是正面评价 这个胡来有一套是谁说的 我想问一下 就是法老之机器 哎呀 我们是虚通被评的是吧 Walk and day 这个厂牌在我的印象中就是胡来 但是胡来的有自己的 自己的一套很厉害 各怀鬼才 老舅的但是忘记 但老舅应该是正面评价 那他也 老舅是正面评价 那没事了 那没事了 我们是胡来的 那我来负面评价了 整个团队拍照都非常做作 不是 不是 大家一直都说我是做作的 这个我是承认的 但是我没想到在大家眼中 原来他们也是做作的 我很认真 原来你们也是做作的 不是 因为你们一直都说我做作 我以为大家都很正常 结果没想到 今天其实我听到这个是开心的 就我不是孤独的 正面评价不太认同 开始说负面评价的时候 自己非常认同 第二个 第二个 风格都有点相似 反正肯定不是穿衣这方面 穿衣服肯定不一样 风格太差了 整个厂牌水平都还可以除了小精灵 这么夸张 这谁说的 真的有人认 帅帅 所以二万怎么讲水平还可以除了小精灵 对 我会用我的舞台证明我自己的 我拿光所有不属于我的一切 属于我的就是属于我的 好逻辑 他要一个人单挑整个圈子 别生气 别生气 最后来看一下 大家对《众梦音乐DMG》的评价 评价一是冠军选手最多 在冠军场排 一席之地里面是人数最多的 就比如说有盖 然后还有爱热 还有早安 商业化非常成功 变成功 音乐风格多元 评价4就针对到个人了 他们有爱热 爱热是六边形战士 这是谁写的 我说的 我也说了 爱师傅 双料冠军 综合是一个人枪 爱师傅又是我的偶像 还有旋律 能唱 能说 会编曲 上我春晚了 没有短板 六边形战士 傅兵明家来了 首先盖没参加比赛 有没有损失 盖啊 今年不比了 那就损失一元大将 我不觉得 我觉得大家需要再努力一点 才能和改革比赛 哦 哦 你们没有 Enderground的属性 不像一个厂牌 来吧 我们现在就放个伴奏 freestyle一会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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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们不是一个厂牌 我们是一个非常正规的音乐公司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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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大家内投出的最强厂牌 最强肯定是我们啊 我预测就是周末第一 周末会是所有人都会来挑战的对象 不是狂哈 就是有一说一 我们的厂牌是最牛的 第一名肯定是我们啊 没有这个自信的话我们也不用来了 最强厂牌是 最强厂牌是 对高的吧 对啊 对吧 在我们的预料当中 实质名归吧 于公于私于情于理 中共都是理 下面我来宣布 厂牌联赛规则 在厂牌联赛中 四大厂牌将形成两组对决关系 每组对决将进行三轮EV1 battle 前两轮 双方厂牌各拥有一次call out权力 第三轮 双方厂牌各指定一人出战 而谁call out谁 将和厂牌内投结果相关 巅峰财团将对每轮EV1表演 进行二选一投票 每组对决三局两胜 胜者厂牌直接跳过二人联盟赛段 近期生三人联盟 败者厂牌就地解散三人淘汰待定 最后所有场牌中未出战的成员 进入个人联赛 再次请注意 今年的第一场 我们就有人淘汰离开 残酷 很刺激 我已经做了 刺激啊 既然来既然只做安住 他每一个人都很有求生欲吧 试着生存强者能站到最后吗 我觉得挺残酷的 淘汰了 逃不到我这来啊 我是有备而来的 从来就没有考虑过 自己会被淘汰的这个选项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呢 你淘汰我 那是我不想比的吧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内投出的最强场牌 《众梦音乐》DMG 来到我身边 有请 有实力 有实力 敢随便 现在最强场牌 《众梦音乐》DMG 拥有一项权利 你们可以率先发起 召唤 所以作为最强场牌 你们要召唤哪个场牌 因为我想看CDC和CSC 我也想看主要是 听众也想看 咱们就召唤 我肯定 就是这个剧情 就是要这样子搞 非常真实的一个理由 我这次是为了报仇来的 报仇 报仇 因为他们两个都互相放话 我上一轮第一季也有 应该会做个了解 可以 可以 让《众梦音乐》圆梦 好 太好看了 请出H1会员 不管为什么选择了《众梦音乐》 我想问一下DMG的各位 你们觉得你们能赢 对方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可以加上任何一个人 我觉得我们对谁都OK的 我们有一个开场动作 我们一定要来一下 一定要很自信地看 不然等会就错过了 我们动作太快了 OK C级第76位 紫菜超人 C级第77位 蓝精灵 前来 太阵 笑得很开心 这个是今天你们最后一支 还笑得出来 来 《众梦》厂牌 对《众梦》厂牌 有点像两个拳王 上来就碰面了 都有冠军 然后又都是 昔日作战过的战友 是一个实力很强的经济公司 碰到了一个很有想法的 网络公司的对决 作为大家公认的最强厂牌 不想让大家失望 也不想让大家看笑话 肯定赢的了 实力在这里 对 不知道怎么输 来 杨和苏 你觉得你们能赢吗 为什么 我觉得我们能赢 对 因为我很相信我的兄弟们 我也很相信我自己 赢 赢到底 干就完事了 我希望就是说 我们主里人和主里人之间 可以有一个对决 对 我们完全不服输 哪怕我是最差的 我都拼尽全力 但是我的队友他们是最强的 我就是最强的 好帅 这才有点意思吧 对不对 好 场牌联赛对决 《众梦音乐》 DMG场牌 对战 《Walk and Day》场牌 现在拿好你们的场牌项链 DMG 你们拥有第一轮的 召唤选丽 你们想派谁第一个出战 杨苏已经面亲开始严肃了 我觉得有可能是艾热的样子 当然最好看 以你对你场牌成员的了解 他们会挑谁 我觉得艾热和早安他们应该会先这个 因为我觉得他们俩应该是特别好战的那种 艾热 是 假工作 众梦音乐DMG第一轮出战的是早安 上来就放一个最狠了 咱们想都不一样 哎呀妈呀 小安 是吗 第一场 就是肯定是派最强的出来 没什么好说的 对 我们的策略主要首先是要保证我们必须能赢 但是呢在第一轮出战的时候 我们并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就派出我们最强战力 安子哥去战斗一轮 开个漂亮的头 打场漂亮的仗 好 早安 请告诉我 你要召唤 Walk and Day 场牌的谁 特别靠杨和苏 我觉得不是法老 就是杨和苏 法老 我完全没塞到他们召唤我 苏苏说了法老是最强的 我觉得如果要挑的话 那我就去挑最强的 我 我 他怎么玩啊 直接往法老 让来就长狠的 法老是一个非常硬性的一种 硬核的一种歌手的 我觉得实力是杠杠的 他会把一些共情的东西放在音乐里面 把自己的一些理念传达出去 早安的话他打谁都不许的 他的歌我听过 而且我对我兄弟永远是有百分之一万的信心 早安是K-POP战士 他非常的强悍 他是我们中的精神领袖吧 随便 中国说唱巅峰对决2023 EV1战争 早安vsFarlow 请两位打开随便巅峰之门 前往舞台进行巅峰对决 有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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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对Farlow Farlow的能力值这么高 89.55 早安的综合能力85.33 我实话我觉得低的 因为他的人的他性格非常的收敛 对 但私下他其实做音乐是非常非常的钻进去的 对 很荣幸代表我们强牌打第一战 我对我自己的歌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可以帮团队拿到一分胜利 没想到早安上来就选我 我真的想不明白 为什么上来就要让自己输呢 有实力 赶随便 欢迎各位来到爱奇艺自治 随便 中国说唱巅峰对决2023的录制现场 我是今天的巅峰MC Bridge 是 比赛还激张 请对决双方来到舞台 他们分别是 周梦音乐 DMG厂牌 2021年 说唱听我的第二季年度总冠军 2022年 中国说唱巅峰对决 巅峰联盟成员 双平台 说唱联冠王 走 走 太瘦了吧 昨天那个 太狠了 开头吓死人 开头挺吓人的 第二位 Walking Day厂牌成员 Walking Day创始人 银河说唱之王 Farlow Hokin Hokin 每个比赛是Hokin的 上劲了 上劲了 Farlow的眼神也开始有点变 这是愤怒模式吗 两位Rapper 你们见面过后 有什么样的话语想对对方说的呢 其实我没有话要对法老说 我想对今天来的观众们说 巧了 今天是新说唱的第一期 我直接让你们看总决赛 撒起 太狂了 2万今天说想加入我们厂牌 然后 太狠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苏星呢 所以我想赢下去 很酷 很酷 帅 好 现在把我们的舞台交给萨兰 提发了到我们的观战区 观战 就是看好谁 真不好说 不好说 这可不好说 法老更加就是那种硬核说唱 早安更多的就是他什么风格都能驾驭 我有点像技术流和快嘴的脚量 我好紧张 我有点紧张 跟自己在那是一样的 这首歌是很有趣的歌 他也很能打 在第一轮我觉得没有人可以打败他 西安的饰鸟是喜鹊 我也想着第一轮给大家抱抱喜 来年 来年 这是什么 今天考虑 与此 比较一大脸 都是你 你只是能杀 手里的是童话 想要把我做话 你说那是撒 那是空话 一杀石道比我猛炸 拉开我狼腿塞了快 笑起我没回 就起我没回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 点点在包动动吧 来点蠢的不要对 给我忍着不要睡 蓝天粉的狠的蠢的等着烦恼 我要飞 我要飞 吹过的牛逼在九二九倍 男后队 一百给rapper退 到处就这个我脑费 我脑费 世界地点脑费 玩不起哪有回忆 我战场就是亏 这次像上级美丽 是谁单恋看机 风声吹起 没听说你特别爽 你特别话 他特别爱心 你特别爱心 你到哪有回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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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的经过这些年来 你特别奶 在吧的开 一年没 你到哪有回忍 听说你特别爽 你特别坏 你特别坏 还特别爱心 你也没 经过这些年来 你特别爱再玩了开 你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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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食道难以料 谁都想一人一抱 本来没想抬起叫 你们俩想装作拍机炮 这不过不太需要的 他们必须爱滴调 我想他们说的对 雙胞嘴角哪一样 谢谢 小小孩 老体杰 看我们好比好疲惫 而我在至今老一辈 跟我搞敌对 留小一位 我看起来比赞个小一对 这是你的好体会 变成早晚小一辈 世界地点高 快不及到用 我站着就是陪 转接上三一辈 是我在电台的风声水铁 你说什么 我说风声水铁 听说你特别帅 特别花开 特别爱神飞 你们以后人以后人 经过这些年来 你特别耐特快乐开 一边飞 你们以后人以后人 听说你特别帅 特别花开 特别爱神飞 你们以后人以后人 经过这些年来 你特别耐特快乐开 一边飞 你们以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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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给我转 告诉街坊就能犯他 一直战着为止 只会废话 装个什么迷信 那就给我转 告诉街坊才敢来的 猫头小子只会喝着 丢头装个什么 街头那就让我上 脑子里有八十八个 热门被叫他 对家家样子帮我写了 就做全都给我放 撒到你的心肝 别肥炸干你的脑子 但你梦里突然才来起 那个那叫胖 和村搞大娘我 欢笑高歌 替大地小猫驴我 弯道跳车 那不是他 那是我们真的吹话 那不是杀 那是破拉机的增压 那不是游戏 那是我们真的描绘 你说得对 那是我们真的斗碎 你是落子还是马 牵出来喵喵 落子还是马 牵出来喵喵 你是落子还是马 牵出来喵喵 落子还是马 牵出来喵喵 你是落子还是马 牵出来喵喵 牵出来喵喵 落子还是马 牵出来喵喵 你是落子还是马 牵出来喵喵 落子还是马 牵出来喵喵 你和我 哎呀 不好搞 不好搞 这种不好搞 太落康了这首歌 很炸 很炸 开了一个非常炸的头 我觉得早安就是那种半猪吃老虎的说唱高手 很猛 技术特别扎实 早安的放进来太炸了 有点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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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天要结合了 散戏的那种 散方言 然后结合了摇滚 其实我挺喜欢摇滚的 我这很多歌里面就采用摇滚吉他之类的东西 这一季第一首 我觉得想告诉大家 我可能之后的音乐 我会往这个方面研究 我觉得非常好 好 好 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TOP3的歌曲 我们在刚刚去奋斗的时候可能是很渺小的 但是只要你能够抓住手中的方向盘 不把它放下 总有一天你是可以拨开乌云 见到彩虹的 C Pers Health 红 cultura 从我出生那天我就想要榷离上海 隐木握作ceğim 拍一ksam 旅游记录 você 关于花布 también 关于东方明珠 圈住有 Een 25 concluded 黛但我慢慢的走入了自己 不בת Vamos 看着ack 搭打上的前段 expend 立法很抱 当我我前往木掌中的前进 开始描紧 你头上我出我的身脊 找工作 或者做毕生意 只要努力 否则来说成绩 结果不仅仅仅 才会顺利 却也想留下我的证据 想过回去 但我更想独立 没有时间回忆 不断困难回避 难道我亏气 也没没没力 四个兄弟停止背景 相遇是这对立 加上卖过转转 都间变相奇观 一旦正处静安 只能敲到处的泥饭 曾满过稀网 我爱情积憾 正在笑着 只能给人家的皮蛋 所以那些阴谋转发 别乱我鼻残 我的人生 可悲的满是遗憾 没有好的羁绊 思想习惯 也看爱情不烂 再说无法阻拦 另外只能一刻往到避难 微博中你可以睡个流浪汗 可以吃尘埋 可以没有负担 可以走上生坛 可以彻底出残 我今晚走得乌鲁 但会一窗阿白 手里今天做的谷歌 记得新闻电台 乱临枕时光 随便多个二三 三文明年一次 为了三战班给遮开 你是否想过雪花 可以飘成被褥呢 你是否想过榨才 可以放进微博路热 是否见过男人 因为一部电影哭了 当一切一个人在成熟 他还怎么输呢 不过no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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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当你走向前却发现一切 no way no way no 除了拨紧你的方向盼 no way no way no just no way no way 直到我戴上了狗飞 no w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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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当你走向前却发现一切 no way no way no 除了拨紧你的方向盼 no way no way no just no way no way 直到我戴上了狗飞 朋友高来来赚钱的路纸 我没有太多期望 谁要穿他们的裤子 我的四家和我做的音乐养故事 这人在这儿就活着来跑smoose 掩着歌词念着一个穷乎孩子 生活在有钱人的城市 尝试用精神去推荐物举 我记得每条街上听过每个故事 没有听过任何相应 坐在凉亭街 当上漂泊是辣椒和香饥 每个酒的女孩有过很香饮 请你深受嫉妒 你有她的帮行 你拉着附近香槟 共有联合老人奖军 只要把那户范运我就感到伤心 我烧够了复工 烧够了不红 我烧够了素质的我在树草 烧够了木门的独仇 你不断我烧够了 做够了一天的一切 自换来的和你们得到的 知道我又问我登上榜大的第一 我把一场飞给拿出版的一与最低 他们觉得我不是外图像是个奇迹 可我没有音乐 甚至更加的毅力 打败自己才是我富裕的人生意义 当我看见现在这些网络刚进墙 给我手机卡里是否也会欠费 是否改不起那面背 谁会怕你流泪 因为只有音乐 现在和上两倍 没有我的实力 毕竟想走我的王位 发到穿过世面 毕竟是个都在防备 不是反派 你是英雄 只是为了生活奋过的 我在庞备 你是否想过雪花 可以飘进被褥的 你是否想过这才 可以放进微博路上 是若见过男人 因为一部电影哭了 当一切一个人在成熟 他还怎么输呢 不过No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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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当你走上前 却发现一切 No way No way No way No 除了拨紧你的方向盘递 No way No way No way No Just No way No way No way 却当我戴上了GoFace No w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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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当你走上前 却发现一切 No way No way No 除了拨紧你的方向盘递 No way No way No way No Just No way No way 却当我戴上了GoFace 我戴上了GoFace 好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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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非常震撼我 法老跟早安这个对比 我觉得法老这首的话 就是对于所有的人来说 他不是光是一个rapper 听很顶得懂 他可能就是说 有一个故事 感觉有一个剧情 在里面可以跟着听去的那一种 对我来讲 我觉得这有点难选 有请对决双方回到舞台 现在请由110名现场观众 40名阿平人 三位赛事组成员 颠峰rapper 他们所组成的颠峰财团 为他们的表演进行 二选一的投票 投票东西 有点压师的获胜 他是整个颠峰2的第一首歌 也是Youngster的一个展现 首先他这首歌技术难度很大 他想把麒麟的一些影子带上 中间有一段快速 这对于肺活量的稳定性 是很大的考验 我觉得早安的表演还是很棒 我把票头给了早安老师 这个编曲台里做得非常的细心 法老就连续地唱150的速度 还在输出故事更饱满 这一点是我投给他的一个原因 这首歌真的就把叙实性 他的这个优势体现得零零紧致 然后Flow排得很满 你很难找到他的换气口 这点很难 他今天又秀了一把 所以我觉得法老这个舞台表演 今天是最好的 我在他的音乐里听到了他的情感 听到了他的表达 甚至听到了他的技术 我觉得没有任何人能不被法老的 这首歌感动 我们现场的票数已经出现了 请观众朋友们 投向我们的大屏幕 因为他没关系 disse 请我们两位rapper回到尖锋基地稍作休息 我这一棒是比较重要的 对于场台战来说 可能拿下手战是一个定清丸吧 然后后面两个可以轻松一点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差距比我想象中的大 要大 其实这个早安的歌里面有很多的punch line 对可是你在现场那个情况下 这首又是一个不熟的歌 你只能感受那个vibe 你出了 真的吗 真的 这鸡毛疙瘩都起来了 鸡毛疙瘩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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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加油 我在后庭路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 很不服气 因为我觉得他的舞台很完美啊 但是这个结果让我就觉得 不应该是这样 我自己没有办法为团队拿一分我觉得我给大家添了麻烦 没有 我知道你们会说这个 我可以我不要 这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些资格 但是我会变得更好 我不会再给大家添麻烦了 我们比赛继续 众萌音乐DMG场牌VS Walking Day场牌 第二轮根据规则双方交换callout权利 由walking day发起callout 第二轮你们由谁出战 三 二 一 请起立 我主动向小李跟杨肃表达出来的我想打这一场 因为我还是很想拿下这个胜利 我觉得我是完美 JASY对舞台准备很充分 我们相信我们的成员 对 然后就把第二轮根据交给他 JASY告诉我 你要callout 众萌音乐DMG的谁 好好想啊 好好想 注意 我י эту x3 我请不示范 其实灵人很好打 我想真的 灵人 negative IDお願いします 为什么要靠奥特威尔 因为我觉得 就今年我做的东西都是GIRL 然后我觉得威尔的话 我那边一直看到的是他也是在做GIRL 所以说我想跟他俩碰一下 GIRL是我20年做的 23年了我不做GIRL 昆迪尔现在到这个情况了 威尔给他 我觉得今天我就是 带着我的KPI指标来的 赢下你就是我的KPI 时间 心理战 威尔是周梦的一只野兽 我觉得他的能量也非常大 他身上也留着那种狂野的血脉 还有爆发力那种感觉 GIRL是说唱 我觉得他有两个很大的优势 一个是他最喜欢做那种最新的风格 第二点是他的押韵 几乎都是很工整的 有一些四压三压甚至五压 他会把他写歌词这方面的优势 放在GIRL的这种音乐里面 又会产生新的生命力 他会不管怎么样 这个歌里面我这个四压 必须给你压够 所以我们叫他四压小王子 对 好 现在请两大厂牌为出战成员 戴上厂牌项链 赢定了好吧 加油了我 加油了我 KPI了我 KPI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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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而且都没有在舞台上表演过 加斯蒂跟威尔的 综合能力值是差不多的 而且我感觉他们听讲武德那种点 对 如果如果是说什么 我的话我觉得 你反正领先一票了 我先调一个不是很强的 先把他最强的爱这个出来 输了也不是为了 然后再让杨和书去上 你知道吗就这种 对 哈哈哈 可以的还是对 其实我觉得他们 战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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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术战术 代表厂牌出战 一定要拿下这一份 就想赢了 我们就为了我们的厂牌 拼盈拳拟拟盈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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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帅 帅 帅 《众梦音乐》DMG厂牌成员 拥有三千场演出的 中国劳魔说上代表人物 We are Real Team 闪闪亮 闪闪亮 闪闪热 你没有人 你们双方有什么样的话 想要对对方说呢 兄弟 说唱是唱给人听的 不是比闪门大 你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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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能不能讲人话 哇 哇 哇 这个是当时也会演出来的吗 我认同他的话 所以让大家看看我今天的变化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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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场重梦再输的话就 哇 有这个点吗 对啊 就三战两战啊 现在把我们的舞台交给 就是 二踢脚它是一个两段式的烟花 第一次代表着上身 第二次代表着绽放 我想表达我的说上技巧 像烟花一样炫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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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马上就报废 你以为扶持人真的很高贵 yo yo 采样性全部都倒霉 停止你与美丽靠北 管下面举些手已经被我们包围 我不断working 专业作品 是我的礼貌 让人就像耳体叫 你的歌曲 特里闹 你会不如我的耳机上 然后我的分比较 我总来秀 no mercy wall 我不断working 专业作品 是我的礼貌 让人就像耳体叫 你的歌曲 特里闹 你会不如我的耳机上 然后我的分比较 我们从来秀 no mercy wall 你讲明确是常情 C at the time 我都向前我取下后带走 这时候我说希腊的干 你家公司保育下来头 事与疯狂 we are the psycho 不想念写低价的菜 bro 走不起来吉他被太走 可能你和女娃不太熟 my feel like 合金打透 you son 我听难受 就我的左拼战斗 打给rocky做新版照 你和兄弟们想要记头漫游 欲望探口 不会在乎你的感受 rap for real 才是big man bro 打着机械都在打着区 我在刚刚电烈火 你们不知道能够再拉着西面 我每次你演出现场 都能正经关注 让我扎实低级 兄弟或训练 在我背后都还叫我 烂闹找家式低级 因此华士疾病 我不断working 专业作品是我的礼貌 让人就像耳体叫 你的歌曲Dirty Now 你会补住我Dirty South 刚好我的份儿比较 我们从来修No Mercy 对了对了 哇 有用 我这个太闪了 帅上了 帅翻了这一套 你不觉得他的tone压得很好吗 今年会不会是Jersey Club的你 咱有一说一 知道吗 这哥们现场真的稳 稳的 声音没有没到位的地方 真的稳 这首歌当中 他整个发挥非常稳定 他的声音从头到尾 没有过大 没有用力过度 整个人的状态也都在 他这个表演可以说是 严丝合缝 没有一点点失误的 Justic 带来了一首Dirty 风格的音乐 对 表演的也非常好 拿捏的也很到位 也有自己的细节处理 完美的一个表演 这个你听的你会 就是 对对对 有一个兴奋感 这个其实真的就是很身体的感觉 就是没有 就是 Jeroy他是不规则 他没有一个规则型 微二 但是微二这个真的 他这个还是挺 用Jeroy唱这个 真的我还是比较期待 今天我是来完成我的KPI的 你们准备跟我一起了吗 这首歌 这里是中国巅峰说唱地决 希望大家来到这里 就享受音乐 享受舞台 不要搞那些心态 真的没什么用 大家一起跟我来点尖叫声 可以吗 这首歌讲的就是我的北漂生活 生活的这几年 我所感所悟 希望这首歌在未来的道路上 给我更多的动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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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b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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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你说 你说 就是我好像从来没有走进过兄弟的内心 他这句话在北京 我没有听他给我讲过 我觉得rapper就该这样 rapper就该把真心话放在歌词里面 让别人去倾听 我喜欢这种深话的歌词 这歌它里面很多的设计巧思电话的串联 然后所以你会感觉进入他的内心世界 所以这首歌在我这边它的完成度很高 有请我们的对决双方回到舞台 那现在为他们进行二选一的投票 投票通道开启 这首歌在我这边的转称 因为我短歌分裂感太强了 像是一个短片的特别 不特别短片的 我觉得这首歌完胜 这个是一个比较中感的最后 然后你还加了一些 加了一个小的感觉 也很重要 就在这边的转变开 然后享受 我讲这个他的真实很好 就是可爱的骨子 一开始一片之后 在最后放出来了 我们的情绪是很紧张的 就在其中一代 威尔泽变方法 其实最大的就是 当我们的情绪是 我们的社区 能解决自己 是要我们最终的想法 我们的一个 能够一个 重要的学习的学习 在情绪点栏 或者是 甚至一个情绪 还是无奈的 所以这种科学 都会很快 是很快的 所以我们的一个 会让我们的一种 提到的 很快 对啊 是一个很清楚 我们生活的 作为一打动来说 你这个 这种 就是自己 他又一样 一个一切 做到一个活动 所以成立的设计 是要我们的情绪 就是从他这个 作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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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结束 大家想看结果吗 有 但很遗憾 本轮票数现场不公布 没有票 没有票 这轮不公布 三轮之后 再公布 这两个 第一个 对 他要留个旋律 如果公布了第三个 没必要打 三轮对决全部结束后 一起揭晓 请两位回到巅峰基地 稍坐休息 欢迎第二轮对战的 杰斯汀和卫尔 回到你们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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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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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太注意了 最后一句 原来是在这一跳 帅的 帅的 有点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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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每一口都有巧克力 每次都能搞大惊喜 嗯 众梦音乐 DMG 和Walk and Day 抢牌 在第三轮 我需要你们双方各自 内部商议 各派一人出战 商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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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赛点了朋友们 好好商量吧 打赛球是一样 最后一轮的舞台上面 如果我去的话 我们的身份是最大的 但是他们也一定会选一个 他们身份最大的人出来 我对自己是很有信心的 我觉得这一场对决非常关键 嗯 因为老实讲 就我们三个人的经验也好 其实第二场对决 应该是威尔赢的 对 我看完威尔 J-Stick的表演以后 我就知道我们赢定了 所以在1比1的比分的时候 这一分非常的关键 非常的重要 我很想出战 请双方各自的出战成员 陈起立 看好看 艾师傅是我们的守门员 要保住我们的场牌 顺利地进入下一轮 我觉得它是稳定的 这么一张牌 我就想看一张 很凑巧的是 他们两位都是去年的 巅峰联盟一席之地的成员 更凑巧的是 他们都是中国新说唱 在他们那个年度的 全国总冠军 好看 帅 欢迎来到总决赛 真是能杀 加油 加油 这才颠覆对决 搞嘛 总决赛搞的 杨和苏和艾热 代表了中文说唱的 最高实力之一 又是双冠 那这两个人在一起 这当然是我们所有人 希望看到的 艾热 就是大家都叫他六边形战是吗 苏苏应该是在技术流里面 数一数二的 我很想看他们针尖对曼芒的时候是个什么感觉 还是任何人碰他我觉得都会输 杨和苏说唱见胜 就也是谁来斩谁 这肯定没问题 来了 来了 也需要针封响怼 最后一轮 我们用硬币来决定表演的先后顺序 这面硬币 有一面是巅峰对决的标志 节目标志 一面是我们随便赞助商的标志 先选面 我随便 朝上先表演后表演 先表演嘛 先表演的是杨和苏 好 先表演的是杨和苏 有实力敢随便 在上台之前有什么话对对方说 我劝你们热一点 我爱你杨和苏 我爱你杨和苏 我觉得我们俩早晚得有这么一下子 终于来了 我很兴奋 也很紧张 但这会让我变得更专注 我希望你也更专注 我们俩一起打一场漂亮的比赛 给大家打个样 好不好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说得特别好 我引用刚刚我的一个好兄弟说的一句话 我觉得我们是提前把总决赛的舞台 带到了巅峰对决上 但是他少说了一句话 因为今天是Valk and Day 夺冠之夜 略显牵强 了 好像说这条刀 立刻不是只有我们这两个推特 把我们放哪了 让我走 加油 Let's go Let's go 加油 交给我 请两位打开随便 巅峰之门前往舞台 进行巅峰对决 有请 两个最强的 现在在PK 看一下杨和苏跟艾热的 战力值 杨和苏综合能力 87.1 艾热综合能力 92.13 六个维度 它其中有五个 歌曲传播度 风格化 商业价值 大众好感度 原创实力 都是这36个 参赛选手里面最高的 杨和苏只有在技术流 这个打评比上面 略胜艾热一点点 我其实觉得嗨 就是我觉得 这两个是 这个分数我觉得是合理的 真的是合理的 如果 我就 怎么 周知九测不撸了 我就下场 现在参赛来不及了 兄弟 对 当我遇到了一个很强劲的一个对手 我的第一反应是很激动 我很期待这样的舞台 它会让我身上线索飙伤 跟苏苏对战 赢我也赢得痛快 输我也输得服气 有请我们的《Walking Day》厂牌成员 中国新说唱 2019年度总冠军 中国说唱巅峰对决 年度巅峰联盟发起人 新说唱 双冠王 杨和苏 K&G 快水加南高音要来了 周梦音乐 DMG厂牌成员 2018年 中国新说唱 年度总冠军 2022年 中国说唱巅峰对决 巅峰联盟成员 新说唱 双冠王 爱热 一席之地 一席之地没了 黑红又是黑红对决 杨和苏 我想问一下你 有什么想对你 昔日的队友 今天舞台上的对手 爱热的话 说实话 我喜欢放狠话 但是对爱热我放不出来 放不赢 杨和苏明明超会放狠话 在里面抢不会放狠话 去年的狠话 说多狠有多狠 我说没有永远的冠军 什么战我们都会在终点前算清 现在拥有的 包括冠军都是我抢来的 今天我是来赢你的 我可能从18岁才到现在 明天都打鸡鞋 打鸡鞋 今天把人给打锤 我觉得今年 参与到这个节目里来 Walking Day里的 所有成员里 只有杨和苏 够格跟我站在舞台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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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师傅 不是为人很前十一低调的吗 现在把我们的舞台交给杨和苏 好 好 这个要做到前面看 吃瓜 吃瓜 不要这个 不要这个 我不想大家对我的固有印象就是很传统的一个技术流 我从来没有做过一首中国风的歌 所以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杨和苏个人特色的中国风 雿 雅 雅 兰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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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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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